今天讲的这位命组是我多年前很早的一位老同事 本来前几年也没有过多的联系 就在几个月前吧 他找到我说看到我一直有在做周一八字方面的研究 他近年来自己也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说想跟我一起来学习 这边就把他的八字先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就当做一个案例给他看了 他还说他自己可能近年来一直感觉做事压力很大 做事磕磕绊绊很不顺利 也让我来分析一下因为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那现在就来从头开始详细来分析一下 这边姓名当然是隐私隐去 性别这边是阳历生日 阴历生日 今年是39岁 属相是狗 免命那阴是大海水 这边是八字的命盘截图 首先我们看能量 他的日元是根经 不得荧木的月令 这是不得令的 地支这边是有根的 是为得地 天干是没有相同的五星来相帮的 为不得是 能量是偏弱的 但是本命局五星是齐全的 金木碎火土都是有 唯独这个火稍微偏 这个火偏弱了那么一点点 姓名分析 它是三个字 一个火 一个木 一个水 它本局能量偏弱嘛 根经 洗身腹 本来应该用土和经 但是他的姓名中 没有一个土 没有一个经 所以他的姓名其实是很不好的 均为继兄 对用程更加是不利的 所以建议改一名 陈谷算命 这里是三两一 陈谷算命是十 接下来我们看姓格 姓格他制作一个偏硬吧 偏硬为慢脾气 阅令这边是偏财 七杀偏硬 在天干均没有透出 我们看天干 唯独这个十绳力量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就取这个十绳成格 取十绳成格嘛 有这几点的特征 他除了这个体胖以外吧 别的都还算 大致对得上 人并不胖 长得小小瘦瘦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是时生中没有正硬 没有比肩 没有偏财 那么会有这几点的一些缺失吧 但是我感觉除了这一点吧 就是说本来没有比肩 应该是朋友不多 做事没有耐心 不坚持等等 但是感觉他做事还可以的 做事也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朋友也还算可以 并不算少 这边是他家庭篇的分析 家庭篇我们看他年柱 一个十绳一个偏硬嘛 这边是父亲 这边是母亲 相比较 父亲比较有福气 也比较会享受 但对命主的帮助不大 因为是更经偏弱嘛 这个是他的十绳嘛 相比较而言 他母亲或者母亲的家族 对他的帮助能更大一点 这边是一个偏硬嘛 也有一定的财力 因为是偏硬 所以说母亲的想法比较多 财势敏捷等等 这个只能是说一个大概吧 能有个七八分就估计不错了 然后我们看他制作一个生有空王 生有是他的笔尖嘛 所以他的笔节空王 笔节空王是兄弟姐妹 和以后一些事业上的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看他的夫妻宫 这里就有一些比较多的说法了 首先我们看他的 他偏弱 如果夫妻宫是财财为继兄 那当然与老婆感情不好 而且这个年柱这边还有一个劫财 他本局只有阅令 这边一个偏财 是没有正财的 所以这个劫财也会影响到这个偏财 然后我们看他的夫妻宫 夫妻宫是一个臣 如果按照偏弱的来说 这个臣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 应该是得到老婆家族的帮助 但是这一点据他自己反馈 他并没有得到老婆家族的帮助 那我们来分析 只能这么来解释 本来臣就为师徒 根据我们臣虚丑位的那节课程中来讲 臣为师徒如果本局的水过旺 那这个水以更多的 这个臣以更多的水来看 而不是以土来看 那如果他做的是一个水 那就是说他夫妻宫对他是并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这么来写 就是本局水旺这个臣更多的做水看 就是这个夫妻宫 更多的做水看 并不做土看 那我们看一下他夫妻宫的一个得分 本来这个臣虚丑是一个格位 就是说这里减了一个六十分 所以说夫妻宫本来就不算是太好 这边还有几个应验出来的事情 因为我要根据他这个详细做案例分析 就是这几点是他自己反馈的 我们现在只能是反推去验证 就是说2013年 2013年他家里的孩子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2013年 这边是2013年 2013年天干一个钉鬼冲 地支一个氏害冲 而且是两个氏冲一害 所以说2013年 因为他的子女宫嘛 这个石柱天克地重 就是说严重影响到他的孩子 就是说那一年他孩子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具体什么事 现在不方便多说 然后2013年因为他孩子的事 和他第一个老婆 应该现在应该说前妻吧 和他第一个老婆离婚了 但是这边我们来看 就是2013年我们看到夫妻宫其实并没有太严重的一个受伤 那男人以财为 以财为妻子嘛 我们只能以这么来分析 就是说本来有一个银氏相害 那只能看两个氏害一个银 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偏财嘛 他没有正财以偏财为妻 那就是两个氏害一个银 这个银受伤严重 还有一个银害银害破 虽然是隔了一位 但多少也有点力量 所以说那一年的离婚 只能这么样去解释 就是说银氏相害 银害相破 他唯一的这个偏财 受伤严重 离婚 但是这个我感觉力量不是那么太大 而且夫妻公也受伤的不明显 所以说下次我看有机会能否找到他前妻的八字 再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看一下201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反馈点 就是他2018年 2018年我们看2018年 因为他2013年离婚嘛 他在2018年又第二次结婚了 2018年是一个务须 那这边是对应出来可以比较明显的 呃 银五虚和火解开了 本来是他一个成虚冲嘛 成虚冲 银五虚和火 和化解开了行冲 而且和出的火 加强了夫妻公成的能量 所以说2018年第二次结婚 这个是和情和理的 也相当的吻合 据他自己说2013年这一年是元气大伤吧 整整个人感觉好像就被退了一层皮一样 缓了好几年整个人才缓过进来 从13到18 整整五五年以后吧 才第二次结婚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们分析他的财运 财运他其实是有财的 这边一个偏财 这边十柱也是有一个偏财的 也是有食伤的 所以他有财有食伤 就是唯独他的日元能量弱了一点 只要加强他日元能量 财运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他的身体 身体是这个火和精偏弱 那么就有这两点 感觉他人小小瘦瘦的脸色也不是那么太好 估计是有些贫血的问题吧 然后我们来看他的子女 子女是 男命是有妻杀正观 那么男孩女孩都有 他现在是生了儿子 但是孩子的性别还是以女命为主吧 这边只是做一个参考 十柱 十柱是一个正观 一个十神 对一个偏弱的日元来说并不是喜用 所以说 而且男命是十神格 所以他与子女的缘分不是那么好 他的子女落个正观 落个十神 那么就有这几点的异象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眼 然后他适合的行业 男命十神格 首先来说一下适合这几种 这几样 然后他是本命局是一个更经嘛 偏弱 那么当然首先建议他加强日元能量嘛 建议与从事与经相关的行业 然后木为他的财财 也建议与木相关的一些行业 其中这个贵人篇 那么是一个认一个更 那么就是认鬼舌兔场 那么就用土经那么是喜用方和喜用颜色这些都一样 适合怎么样的合作 不适合怎么样的合作 这些与我重现的案例分析都一样 特别注意篇是我写了这么几点 我们首先看他现在在一个丙武大运上面 本来他日元就已经是偏弱的 再加上两个字的消耗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大运 他自身的能量是很弱的 而且在这个丙武大运中有个丙刃冲 冲到这两个人嘛 对他的父亲有影响 也冲去他的食神 对财运和福气也有一定的影响 他也是反馈说 近年来他父亲身体检查出来一直不是太好 他也有些担心 在我们看地支 地支一个银武虚 银武虚和火 这个天干这边是有影化的 他本来就身弱了 身弱官杀旺 就是工作压力大 小人作怪 或者身体受伤 用程受损等等 他反馈的今年来 一直感觉做事很不顺 压力也很大 这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让我们看他今年的丑 丑本来是 今年新丑年嘛 也还是在丙武大运上 丑他日元是一个根金 虽然金比较弱 但是今年来了个新丑 丑土生新金 所以说今年应该金还不算太弱 所以我判定今年应该是 他的笔节库 而不是笔节目 今年还 2021年还会有一个成丑会破 所以说今年多少还会影响到 他的夫妻空 虽然他是第二次结婚了 但是更加要注意 维护这个夫妻关系 还有2021年是 这边年柱下面有个直丑空王 刚好把这个丑空王填实了 所以说以上这些力量 以上这些力量都会能量减半 这是前面的一些分析 让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他的流月 流月第一个月一个耿银月 一个笔一个财 就说朋友有偏财 但是地支会触发银五须三合火 银五须 因为他本局有一个银一个须了 大运再来个五 其实他是非常 在这个大运中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个三合火的 这样的条件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身弱观沙旺 就有小心身体受伤 工作压力大等等 然后是二月份一个星某 一个节 一个财 节嘛 花钱 自己花钱的事多 也有得财 第一支 又以来一个某须合伙 某须合伙 大运游影化 也是七杀旺 小心身体受伤 小人作怪 或者攻减法 找麻烦等等 然后三月份一个认诚月 认诚明显的一个销神夺死 这边是一个销嘛 石嘛 销神夺死 不开心 福气被夺 而且天干会引发一个柄认冲 会影响到他的父亲 地支 地支是一个会引发陈虚冲和陈虫自行 陈虚冲 陈虫自行 所以说这个月他是过的是相当的不好吧 农历的三月份 四月份 四月份是个鬼市 一个伤 一个杀 身弱嘛 一个伤官 一个七杀 也是这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这些口舌 什么身体受损 小人作怪 天干会引发一个丁鬼冲 丁鬼冲 会冲到他这个 会冲到他这个工位 是影响孩子 也是冲去他的正观嘛 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这边地支 也是一个四害虫 也是一个四害虫 所以说这个月 他要特别注意他的孩子 千万不要再发生 2013年这样的情况 不过这是流月 应该能量还不是太大 但是也要特别的注意 这是农历四月份 这边是五月份 甲五月 一个财 一个官 有得偏财 也还有工作上的压力 天干会引发一个甲耕冲 甲耕冲肯定是甲受伤嘛 它一个耕 然后流年一个星 所以说 今年的经的力量 还可以的 肯定是这个甲受伤 甲 小心头部受伤 地支也会触发 银物虚 银物虚 也会触发这个条 条件 也是 还会触发 无 五五自行 所以说 也是这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六月份 一个乙位 一个政裁 一个硬 有政裁 有硬嘛 学术上有所得 或者贵人帮忙 或者在工作上签了一些协定合同之类的 天干会有一个乙 乙心冲 乙心冲肯定也是乙受伤嘛 乙心冲 乙受伤 这个乙本来就是它的政裁 就是乙受伤 所以这个月就算有点政裁 但是得的财也不会是太多 地支有一个五位 五位和 五位和看和土还是和火 看什么来引化了 他天干由火来引化 当然是五位和火了 也是身弱 观沙旺 也是这些 需要注意的这些压力大 这些受伤的这些事情 五位 这边还有一点 就是说五位和 虽然五位和合成了 但是也要小心 因为地支刚好会构成一个丑 未须三行 丑未须三行 也会引发这个 估计可能也会有一部分能量吧 会引发这个丑未须三行 行出来是土旺 硬消旺 这是六月份 然后是七月份 七月份 一个丙生月 丙生一个七杀 一个笔结 身体受伤 小人 公检法 朋友相聚 天干也会引发一个丙刃冲 影响到他的父亲 地支这边也是很麻烦 地支这边有个迎生相冲 还有一个迎世生的半三行 冲和行 可能同时会发生 都是行到这个公位 这个公位既代表他妈妈 也代表他妻子 也代表他的财运 所以说这三方面都有影响到 都要注意 八月份一个丁友 一个官 一个节 工作压力大 花钱的知识 天干这边有一个丁润 丁润和墓 地支刚好有月令来引化 应该会引化成功 引化出来是墓 墓是他的财运 但是这个认如果被和没了 这个认是代表他父亲的公位 所以会影响到他的父亲 虽然有财运 但是会影响到他的父亲 地支有一个游丑半三合 游丑 本来是四游丑三合 游丑半三合 天干也有引化 游丑半三合也会有今来引化 今旺今旺今旺 九月份一个上下都是消 所以说上下消旺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在身弱的条件下 因为他今年肯定是身弱 消旺对他思想或者学习上 可能会有所提高和帮助 地支也一样会触发这个银五虚三合伙 银五虚 这边一个虚嘛 也会触发这个条件 也是身弱观沙旺 十月份一个四害 一个应 一个十 这个月就说应嘛 学术舍得 帮忙合同签订 一个十 吃喝享受之事 但是这边地支会有个害害之行 虽然没有同住的引化 但是十也是比较旺的 在他自己身弱的条件下 实神过望 会表现出这些怀才不欲 欲欲寡欢等等 或者过于贪图享乐 不务正业 不知节俭等等 可能会表现出这些情况来 然后是十一月份 一个庚子 一个笔 一个山笔嘛 朋友相聚 口舌纷争 三观 有一点表现力 地支有个害子丑 害子丑三会水 虽然没有同住的引化 但是这个也是水旺十三旺 然后是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是新丑 新丑是留月留年福营 也执态税 执态税有这些一径不一动 一个节一个印 就是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一些事情 花了一些钱 或者也有人帮忙 或者工作上签合同的知识 这些就是他一到十二月的留月的事情 总体上来看 他今年确实是 这个银五虚 特别是这个银五虚 经常会触发 他经验本来就是深入 所以他经验整体来看就是 压力非常大 各方面事情都不太顺利 特别是刚才我们看到过的这个三月份和四月份 这两个月是这些 这些不好的事情特别多 然后这 关于他前期的这个八字 我是想和他再聊聊 在他不介意的情况下 尽量把他前期的八字 我也不能把他要过来 详细再看一下 2013年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些组合的情况 所以说这就是他一个整体的情况 我自我感觉吧 当一个人一辈子顺顺当当快快乐乐的时候 他是不太会去想到什么周易方面的学习研究的 只有当一个人经历过一些事情 经历过一些坎坷或者不顺 或者一些重大的变故 他才会对一些命运之类的产生一些怀疑和疑问 有一定的探究的一些精神 我们再来看他的本局 本来就是带一个滑盖带一个滑盖的 就是说他本从他本局来看 他就是对这些方面就是有一点这些周易方面的兴趣的 再加上他自己生活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吧 他也说他近几年对这些八字周易特别感兴趣 应该说他现在也可以算我的半个徒弟吧 有时候也经常会对他说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 那这边就是对这位的详细的一个分析 下次如果有机会 我再来做他的这位前期的这个案例的分析 到时候我们综合来看一下 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结果 在分析过程中可能有说的不足或者错误 欢迎师兄来指证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